4月25号凌晨 台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台东领馆处 保七总队第九大队 陷阱局台东分局 宪兵队 针对张姓祖贤为首的非法盗法牛樟墓培骏集团 在牛樟菇、植骏培养场等13处 进行大规模搜索 查获牛樟菇、牛樟植骏断木 加工木椅品 还有来路不明的珍贵木及炼制精油 还有首次发现牛樟菇精炼低碗 查获樟物市价总计近千万元 堪称花东破获最大的非法牛樟墓培骏案件 主要是我们从昨天4月25号凌晨 然后跟森林警察队 然后在台东检察官的指挥之下 我们联合 还有花联的宪兵队 还有台东县警察局 台东分局这边 然后一起对于这些非法的一个培植牛樟菇 的这个场地进行这个搜索 还有查器的动作 那我们昨天 总共 查器的牛樟 包括到今天的话 那 昨天的牛樟总共 牛樟墓的话总共我们收集有15公顿 15公顿 然后牛樟墓的部分的话 有1414公克 然后另外还有查货的话 有包括说 呃 他做的一个所谓的牛樟 这个牛樟墓的低碗 还有益瓶 然后还有提炼精油 这些 那今天的话总共有查货 查货一个 12公顿 12公顿总共有17支的这个贵重墓 那目前这些 这些 呃 牛樟墓啦 牛樟墓啦 还有这些成品啦 我们都 呃 把它扣押下来 然后 现在进入那个司法的侦办当中 特殊的就是他的这个 在东部来讲 因为我们东部没有升级公司 那他这个培植的厂 这一场算是我们在查货的也是很意外的这么大厂 而且是不是不像说在西部有生计公司专门做培植 但是他的技术在培植这些牛樟墓的部分算是非常专业 这部分我们是经过很长期的一个根肩 还有收证 然后才申请 经过报警检察官的指挥以后 然后申请收拓去搜索 因为我们陆续知道他有一些 这些林樟墓去做这个牛樟墓碗的时候 可见他对这个来源 他的牛樟墓的来源非常的充沛 警方把张姓祖贤等实施民嫌犯弃捕归案后 交由台东地检署进行征讯 并进一步清查牛樟墓的来源 黄切采访摄影 黄切采访